我还有一些训练室 十五个日子 所以你还没有找到 其他秘密的武器 怎样 怎样 这些东西 十五个日子 本届亚洲羽球团体赛 2月13号开打前 世界排名第十的 大马自由人男单李子佳 飞往韩国进行短暂训练 2月14号 李子佳在大马对垒哈萨克的 亚洲羽球团体赛的 男子B组次轮登场 成功击败对手 德米特里 赛后李子佳也被询问 他的表现是否 和在韩国的训练有关 这一次亚洲羽球团体赛 大马在小组的最大劲敌是中华台北 而两队之间的对决将是盟主争夺战 拿对获胜就能够以投名出现